这活动上意外遭遇枪击导致右耳受伤的美国前总统川普 即使耳朵和脸部都沾有血迹 在被随护护送下台离场时 依旧不忘向上高举右手握拳 向台下支持者高喊Fight 这一幕也成为这起枪击中最震撼人心的代表画面 这个历史性的瞬间镜头 出自美联社摄影记者五旗 他过去曾经在2021年弗洛伊德事件所引发的示威活动中 拍下民众在倾盆大雨下抗议等等的照片 而获得当年度的普利兹突发新闻摄影奖 直言一切都来得非常突然 自己是依循着身为记者的本能 按下相机快门记录历史性的瞬间 而这张川普高举右手奋力握拳的画面 背后刚好又有飘扬的美国国旗 除了营造出川普的强人形象 也让整起事件更加充满渲染力 完美的构图取景被外界盛赞 完全可以提前预定下一届的普利兹摄影奖 而事发后川普的妻子梅兰尼亚 也首度公开发文发声 强调大家都是人类彼此互相帮助是本能 几乎政治只是一种工具 大家不能因此失去爱同情以及同理心 也呼吁美国人民重新团结 进行MV这场媒报的